各位历史体人问的是旁边是一个海域生态系的四翼图 然后你看甲就是高潮低潮之间 所以甲一定是超间带 然后乙呢就是大陆棚 我就把那个第一个字写出来就好 超是代表超间带 大代表大陆棚 好那既然这个丙跟丁就是所谓的大阳或远阳区 那其中那个丙呢是透光的有光 然后那个丁就是无光区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题的选项在考什么 A选项假是潮间带阳光充足营养丰富底子稳定 是海洋生物的最佳七所 为什么不对呢 它是潮间带没有错 阳光充足没错 营养丰富没错 那底子稳定吗 这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稳定 长潮时有水 退潮时没有水 所以这边并不是最佳七所 潮间带的生物东西没有最高 那谁最高呢 最佳七所其实是大陆棚 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它的环境稳定 因为都在海水里面没有退潮 它在低潮线以下 好那这个要大陆棚 大陆棚呢 环境稳定 阳光充足 海水温暖 营养严严丰富 所以它是最佳的七所 因此我们常说什么 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海洋中的绿洲 指的是珊瑚礁 而且是大陆棚的珊瑚礁 珊瑚礁在大陆棚 才是环境优渥的地方 这边就是 生物东西高的地方 好所以A错在 这边并不是最佳七所 因为这是潮渐带 环境蛮恶劣的 会长退潮 长潮时 长潮时有水很咸 很凉 退潮时很干 然后还有海浪冲击 而且很热 所以它的环境变化很大 好 B选项 乙区就是大陆棚 它是静南区 包含大陆棚跟大陆斜坡 好初代大陆斜坡 大陆斜坡在哪呢 我现在画这才是大陆斜坡 这是大陆棚 所以大陆斜坡是在丁这一区 大陆斜坡 是我现在写的这边的 并不是大陆棚那边 斜坡 好所以这题是错啦 好所以这题的 B是错的 好再来看试验项 丙是透光区 生产者浮游藻类 对 因为这边的植物不可能扎根 你一定没有阳光就死掉 所以一定是浮游在上面的丙 丙区上面的浮游藻类 所以C是对的 好试验项 丁区是无光区 它随着水深增加压力越大温度降低 所以这个身边的时候 必须要有特殊的方式来适应伸转 没错 要抗高压 甚至你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捕食 比如那边很黑嘛 我就发光 吸引其他动物来 我就把你吃掉 好所以这题猪是对的 好 珊瑚礁在哪里呢 是海洋中的二代雨林 当然指的就是这个区域 大陆棚区域 这边环境游温 环境稳定 营养盐丰富 海水温暖 所以是很重要的渔场 它是位于大陆棚的 好 所以这题的一是对的 因为以区就是大陆棚 好 所以我打勾勾的是答案 打差就错了 以上是多选第十题 好问题 珊瑚礁在哪里 珊瑚礁 我画一下给你看 一定是从大陆棚 一直延伸到朝前代 这整个都是珊瑚礁 当然是这样啊 珊瑚礁不可能 低朝鲜以上就没有珊瑚礁 珊瑚礁一定是延续的 所以珊瑚礁有没有朝鲜礁 有 有没有大陆棚 有 但是一旦我说 它是海洋座的热带领 就是指环境比较好的 指的是这一区 而这边的朝鲜礁的环境 会恶劣一点 所以物种会少一点 朝鲜礁 应该说所谓的珊瑚礁 一定是从大陆棚 一路延伸到朝鲜礁的 但朝鲜礁的面积比较小哦 所以一般讲珊瑚礁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强调在大陆棚那边的 因为那边物种也多 环境也比较好 但是它朝鲜礁一定也会有珊瑚礁的 所以你去墾丁 朝鲜礁也会看到珊瑚礁 但是它的大陆棚 才是真正墾丁国家共产 要保护的重要的重点 以上是第十题多选